今天提供這項座的專題 要帶觀眾朋友來關心 其實有很多行業 存在社工 每天還有科技業 都沒有在立委會公告 設定的這項座名單館店 都是老闆共樂的尊勝 立岡團隊認為政府有這項家中選擇 也要自己來進行立岡檢查 若立岡就算不定義要加班 也應該要拿到加班費 還是補償家 拿到大巴掌 還是要拿到機車 到個案裡面給我 小翠在家府 竟然會做社工百年 她親親退回到 在這裏 女孩子就是要做女孩子來用 我們自己都會說 女生要當男生用 男生要當畜生用 對 因為譬如說 人家捐贈物資 我們就是要去辦 對 然後其實不分男女 我們就是大家都要一起 一起去辦那些種物 這套個案有需要 就算三個報名也要到 雖然社工不是在政府公過 這項座的行業 但是小翠說 台東所有社工都會為自己 自己是很責任 秉持著社工的這個精神 還是會希望說 盡量能夠符合他們 我們盡量就是提供資源給他們 所以多少還是會覺得說 好像還是有一點責任值的那種感覺 這份這件事 讓小翠三個五時都需要超時 做好跟公司改補都會補 是可以用加班費的部分 來補這個你超時的工作的時間 對 不過我們 我們自己大概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其實休息還是 對我們來說是需要的 對 所以我們大概也都是選擇 用那個補修 中央新聞的記者也是當時的行業 都會有新聞的由都要走 雖然記者也沒有在 留委會公過上去很多行業 但是記者這份頭路也很難正常上下班 目前當年台灣記者協會 會中的任務協議 本身還是主委主審的新聞記者 他認為想到的問題是出了很多 媒體老闆應該會加班費 那些保障都沒有 是不是這件事 不是老闆說了就算 因為按照法律規定 這是需要經過劉委會 講過標準 那事實上他其實不應該 他沒有被規範在責任制裡頭 工廠協議 行政委所謂做頭過輪班都能解決 這件事替代替老闆 相進力和成本 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殺人制度 就號稱責任制 事實上它是一個 真的會蠻直接影響到一個勞工的健康 生命安全的一個殺人制度 應該全面廢除 六甲團體主張全民廢毒 六委會方面 先路全民檢討 連率六甲過路市 以解決破罪家庭 總算換去政府開市 中市登港市 對六甲的健康危害 記者綜合報道